大家好,新年快乐 今天呢是大年初三了 我就是这几天每天都很邋遢 然后而且很冷 但是呢我就想说不能一直这样躺在床上 所以今天爬起来化了一个妆 今天外面真的是超级的冷 我本来以为根本没有机会穿到这么厚的大衣 现在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我才准备好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 我们现在出门啦 临出门的时候 拿了一条围巾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在广州能穿这么厚 这种冷旧式 穿很多都还是很冷 我之前不是回四川了吗 然后四川就是那种冷 就是跟广州最近的冷就差不多 我想说回来广州之后就会有晴天 然后天气也比较暖和 结果没想到是一样的 然后我在四川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有地暖 回到广州之后就只有空调了 这人也太多了 堵到死 大家都出来逛街了 我还想说可能过年没什么人 看来是我想多了 我们先来吃一个甜品 真的超级想吃蛋糕 好冰 我们现在又出来了 我们刚刚吃了一个蛋糕嘛 然后本来打算去吃一个牛肉火锅 就是那种日式的牛肉火锅 结果他排队要排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家日式的烧鸟 放cros叔叔 我们下鸟 我们下鸟 吃到一个牛肉火锅 我们下鸟 吃了1个D 下鸟 吃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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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蘸辣椒面不够好吃 这个蘸辣椒面还挺好吃的 点了一个中辣地鱼拉米 因为谈不太难吃辣 有辣味耶 肯定有味 韩冲要尝试提灯了 提醒给你 怎么样 就鸡蛋黄 前面有一台法拉利 晃他 那咱俩今年白干了 慢点 今年白干都不行 白干都还不起 赔不起人家 我掩饰一点 虽然车里不藏 但是我也等一下下车做好准备 我这个衣服显得我肩好宽 找爸爸毛宽 头就这么点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初六了 然后假期差不多也快要完了 今天我们两个准备去泡一个温泉 就是附近的温泉还挺多的 之前都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去的 所以这次我们两个就打算单独去一下 我现在已经收拾好了 因为今天要去泡温泉 所以我也想说就不要化妆了 这里呢是我长了一颗脂肪力 我昨天晚上就是看到很不顺眼 我就在那疯狂的挤它 然后把我整个的皮都挤破了 那个脂肪力还纹丝不动 很明显后还有点疼 再检查一下行李 所以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戴着这个帽子感觉 视频里面有点奇怪 试了一下这个帽子感觉也挺好看的 比如说我戴哪一个呢 就这两个帽子都挺暖和的 最近不是有点冷吗 现在特别怕冷 出门戴个帽子比较好一点 最终我还是决定戴这个渔风了 好 哈喽 完了完了完了 广州过年的标配 大吉大利 晚上开始有点降温了 谢谢 好可以谢谢 啊累死了 带你们去看看外面的景色 但今天没有太阳天气很阴 所以看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给你们看我买的泳衣 就是这样子的藏蓝色 上面是一个这种单肩的裹胸 然后下面有这种高腰的短裤 这套我感觉穿上还挺好看 就不是那种很漏 然后我比较能接受的程度 而且这个藏蓝色也还挺显白的 到时候穿上给你们看 终于到了饿死我了 快点把它 快点把它整开 我立刻要吃 这是什么 包鸡啊 什么荷叶 不是 不是荷叶 什么香 自包鸡 什么 香蓝叶 就是 你自己去看 好喝 好喝 也太冷了吧 我们俩个真的很搞笑 裹成了一个粽子 我都不想吃人家吃的了 哈喽大家 我们刚刚泡完温泉已经回来了 我去洗了个澡洗了个头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每次泡完温泉 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温太高吧 我整个人很难受 我刚回来的时候 头超级的晕 就是走路都走不了直线的那种 休息了好一会儿才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点了一些烧烤的外卖 又出来玩 肯定是忍不住要点外卖的 外卖还没到 所以我想说先护肤了 一会儿就可以悠闲的坐下来吃外卖 我之前不是过年回家了一段时间 我感觉就是在这里待久了 去别的城市都会觉得气候很干 而且今天又泡了温泉 那个温泉水温就很高呢 你们可以看到吗 整个脸这块红红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皮 或者是敏感肌 今天刚好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个 我自己最近用到 觉得很有效的 通过水油水这三个步骤 去修复皮肤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本身就是干皮毛 特别人过敏 然后很多情况下 过敏可能都是因为皮肤很干 缺油或者是水 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快速短时间内的 去补充皮肤的水分和油分 强化皮脂膜 从而呢达到快速修复的效果 我要先来涂一个这个 这个是Dior的玫瑰气泡水 你是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那种 微凝度里面是包裹着玫瑰精油 抹开之后真的保湿力超好 而且呢又非常的好吸收 再加上它这个玫瑰的气味 所以真的就是超级的解压 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但是呢我还在想着 我的外卖还没有到 还没有吃上外卖 所以要坚持一下 那像我刚才是已经涂完水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拿一个 面油或者是什么油类精华 都可以 我今天带的也是这个 Dior花蜜系列的小粉钻精华 这个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 就已经快被我用完了 我一般呢就是会 几个三四泵的样子 它这个精华也是那种 微凝珠的水包油质底 它里面是Dior专业方法提取的 格湾维尔玫瑰花金正脆 在脸上一抹开就直接融化了的那种 轻轻的按摩 不要太使劲 我以前护肤就是那种使贼大的劲 就是恨不得把自己的皮肤 就拉出皱纹的那种 现在呢就是手法轻柔了很多 现在皮肤摸起来整个就是 非常的细腻柔润 我这瓶差不多是去年11月份 用到现在 真的感觉这段时间 皮肤还是很稳定的 而且看起来也还算是 比较紧致健康的那种吧 我觉得它做一个抗初老的精华 是还挺不错的 最后第三步呢就是再用这个气泡水 去按压一下脸部 刚才我们不是用了那个小粉钻吗 再涂一片这个水就可以促进 刚才那个精华油的乳化 可以短时间内去给皮肤补水补油 促进修护 你们看我现在的脸 是不是整个水润度和光泽度都还不错 像刚做完修护面膜一样 眼周的皮肤也是要非常认真的去科护的 它这个按摩头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每天晚上这样去按摩一下 就真的很解压 而且还有提拉的效果 好了朋友们 我的晚间护肤步骤就完成了 深夜的粥 挺舒服的 这是咸谷芥菜粥 两瓶饮料 这个是它的菠萝皮 这个是我的天地一号 好香看起来 吃吧 它肉比甜的我小但是 应该有认定 不要弄到 不行 它感觉它要做好咸 宵夜就是要咸 我明天早上肿成猪头 我还想起来画一个 稳稳的妆 烧烤闭店 就是这个脆皮年糕超爱 你们是爱年糕的人还是不爱年糕的人 早上好 我现在在家 我现在刚起床 又是下雨的一天 现在打算化一个妆 大家经常就说感觉我没有紧纹 其实我紧纹还是有点明显的 就因为我每次拍照 我只拍左脸 我左边的紧纹看起来是比较淡的 但是呢我右边的紧纹就很深 因为现在就大家都很常玩手机 所以有紧纹 其实我觉得也还挺正常的 今天就随便画一画吧 不用搞得太复杂 定一下妆 画完妆果然看着 顺眼多了 好 现在赶紧收拾一下 我们就要回去了 把塔扣接回家 他现在还在那个宠物店寄养 好啦我现在已经收拾好啦 然后呢可能等一下又要陪他去钓鱼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爱钓鱼 就是一整个热爱